好 各位大家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文上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早期的供链项目 是做一个layer1solution的供链项目 叫做Aptus 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项目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 在宣传Aptus 对吧 除了他们的投资人以外 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Aptus肯定是未来会 爆拉一波 因为它有很多 投资人 就是著名的投资人 都是以拉盘组成 当然它的技术怎么样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对吧 但是从数据来看 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 它容了2亿美金 然后有 A16z领头 对吧 然后呢 有哪些拉盘之王 你们看到multi coin 你们看到三件 你们看到什么hashed 对吧 ftx Coinbase 基本上这个盘子肯定是会拉的 基本上肯定会拉爆的 那就是我们可以早期的关注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 就是 很有机会可以赚到大钱的一个项目 如果你是早期的参与者 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其实我也是刚刚发现 而且这个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现在也就25000的follower 对吧 它未来可能它对标的是 呃 我个人认为对标可能是solana 它以tps铸成 号称 transaction per second 每秒可以过万 然后这个人是他的cto和创始人之一 avery chain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公链呢 也和sonana一样 号称要 号称就是 速度很快 全action fee很低 对吧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们采用了一个新的共识 有机会的话 我会仔细的看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项目我肯定会重点的关注 最近呢 他们也宣布了一个和谷歌云 在一起的一个合作计划 对吧 Google cloud 就不用说了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测试网已经上线了 对吧 他测试网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tps 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哪里看到的 在这 is one of the major bottlenecks overall without writing program restrictions 在这 Aptus他用了一个新的协议 他将会超过每秒 16万的transaction 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几乎中心化的系统 你能够每秒处理16万的transaction 已经很夸张 对吧 我估计 支付宝 淘宝 估计也没有每秒16万 16万真的是非常夸张 但这是理论数据 对吧 真实的话 我感觉有一个16000已经是很好的 就每秒钟可以下单16000 可以转账16000 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这个项目肯定是有比较强的技术背景 对吧 肯定是有比较强的技术背景 而且他是 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在奶他的 这兄弟 这兄弟是multi coin capital X investment banker 对他是有一些 DAGBFT Protocols 他是有一些论文 有这种学术的支撑的 不是 拍脑袋想出来的 这篇文章非常的新 这篇文章非常的新 对吧 last revised 2022年4月8号 非常非常新的文章 2022年1月14号才刚刚 申请 Connor大学的一篇文章 对吧 有这些人主笔 这些人主笔 那我们如果你们参与过公链的开发 了解公链的话 我们知道公链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共识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是DAG DAG就是那个Phantom用的那套 那套共识 对吧 Direct AC graph 他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blockchain 这个block的概念 它是个DAG的概念 还有什么asynchronous byzantine atomic broadcast 等等 就感觉上DAG based BFT Protocols 感觉上非常的 高级 非常的高级 那具体怎么样 我们要拭目一下 但是说实话 对吧 这边写了 每秒钟达到 12万5千个圈材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对吧 呃 Solana Solana应该是在他官网上会写 每秒钟好像是 5万 看一下 他写了吗 呃 在这在这 那是在Biospeed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block times 没有写吗 没有写他的TPS是多少吗 一般他们都会写 TPS在这对吧 Transaction per second 2781对吧 在这边写 啊 这可能是一个实际的数据 不是理论的数据 那基本上Solana也就差不多了 对吧 我们知道Solana Transaction高的时候 整个网络经常瘫痪 那估计Solana真真实 真实的能够handle的 也就是 就是每秒钟大概四五千的样子 四五千的样子 呃 那个要十几万 这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对吧 如果那个能够每秒钟 处理个 一两万那就很厉害很厉害 真的就很厉害 好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Appetus 非常非常新 然后为什么大家要去看呢 因为Appetus呢 现在要出来一个 incentivized testnet 啊 就是是会 incentivize就会激励你对吧 有真实的金钱激励的一个测试网 所以大家去测试网上面去做一些操作 做一些测试 那是可以获得奖励的 啊 他会分很多的阶段啊 第1个阶段从5月13号开始注册 到时候我会在群里面说对吧 大家可以去注册 然后从5月16号开始 正式的测试到5月27号结束 就差不多还有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主要是做哪些的registering tracking websites will be available prior to the start of it1 一开始只有一百个validator nodes tooling for decentralized networks using github documentation for running a production-grade validator 然后是第2部分是staking 对吧 6月份 第3部分是governance upgrades 7月份 第4部分就是 topology 就是 网络拓展吧应该是 对吧 support as many validators as possible 就是扩容对吧 dynamic validator 8月份 他基本上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上主网 对吧 今年可能从5月份开始到 今年年底都是做一些测试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可能会上主网 就是又是一个非常新的供链啊 如果 当然现在非常早就从整个技术来看 看上去是很高级的 看上去是很有前途的 然后从整个资本来看 也是非常非常有钱 融了两个亿对吧 然后投的人背景都很强 所以真的 大家这个可以 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Aptus 对吧 分享就分享到这 再次感谢大家 这里是韭菜兄弟 下个视频见 Peace